各位來賓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像現在這個社會那麼動盪 那像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像 有非常多的像元宇宙啊 或者是我們資料的一個中心裡面 那其實每一個資料其實都是 對各位來講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會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像我們的製造廠裡面 像或者是企業裡面 我們要如何來去幫助各位 來去把資料防護好 那以下就是以下 我們來跟大家來介紹 那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家VIN 我們是純軟體的一個資料保護公司 那我們是注重在資料的備份備員 那以及是監控 那這邊首先給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這個右上角這邊 我們在CRN裡面 其實我們就融獲 我們在資料中心裡面 我們是50大 那雲端的部分的話 今天其實非常多用戶 也有來我們攤位 來問這個雲端的方案 我們要如何來去搭配整合 那今天也會跟各位來去做介紹 OK 好那資料的一個備份保護 其實這個多麼重要 大家其實目前 你如果正常在使用你的這個像Notebook 或者是你們企業裡面的資訊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遇到災難 其實你不懂得 你沒有去發現說今天資料的一個重要性 像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可以認真的來考慮一下 就是說我們企業內部 我們有什麼樣的資料 去確保說我們真的需要來去做備份 那以及是我們備份的次數 我們的一個排程 我們要如何來去做設計 那今天會跟大家來去介紹 就是我們家的一個方案 那以及是如何來去幫助各位 保護我們的一個資料 在我們的一個環境裡面 OK 那備份完成之後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備份完 那未來如果你服務真的發生災難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幫助各位搶救服務回來 那今天就是為了跟大家來介紹 我們家的一個軟體 OK 那首先讓大家對我們家更熟悉一點 其實我們在近五年來 我們都是在市場調查象限的右上角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Garner IDC Forrester 我們都是在市場調查象限的右上角 領導者的一個廠牌 那其實我們近幾年來 一直在持續的在成長 主要 現在備份對管理人來講 其實我們不需要 不想要花太多的loading 在我們的備份管理上面 因為大家現在其實非常都蠻忙碌的 我們不想要花另外的時間 來去做資料的一個備份管理 那我們的用戶 對各位如果有使用過我們家的軟體的話 我們主要讓各位管理人員 可以讓你就是 我們都是精靈化的一個操作介面 所以大家可以透過我們家的這個資料保護軟體 來去非常輕易來去操作 我們的所有的一個資料備份 OK 好 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像我們企業內部 環境正在使用的產品線這麼多 目標需要備份的目標這麼多 那我們Ving有提供什麼樣的一個方案 來給大家來去做應用 OK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是從虛擬化開始起家 所以像是像現在市面上的這些 像VMware Hyper-V Nutonis 這種超融合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針對虛擬環境 我們都可以讓各位管理人員 可以做到ANGELIS的資料保護 就是我們要備份你虛擬機的時候 你不用安裝任何的代理程式 在你的環境上面 我們就可以去做到備份 那實體機的部分 實體機的部分的話 像是有Window Stimis 其實還有一些用戶 它是放在實體環境上面 我們統一和虛擬實體 都是透過Ving 單一管理平台 同一個來去做控管 那針對應用程式的一個部分的話 像現在有這個K8s的一個環境架構 也是蠻多用戶正在詢問的 那Ving也有針對K8s 來去做到容器式的一個資料防護 那後面兩個SARS雲端的部分 是現在蠻多客戶 正在尋求解決方案的一個部分 針對像我們的一個SARS O365 O365上面你們可能有 我們可能有導入 像把我們的Exchange SurePoint OneDrive 導入到雲端上面 那等一下後面也會跟大家來介紹 就是我們今天要如何去備份 Microsoft O365的一個方案 那雲端 雲端現在大家最普遍的認識就是三朵雲 那像是Azure AWS Google Cloud 那我們家都有相對應的方案 可以讓你的 讓我們備份完成在地端之後 我們同步一份上去到雲端 來去做統一的一個資料的一個長久備份保護 OK 那這個就是今天我們會帶來給大家的這個主要的一個大綱 那假設我們今天還沒有使用VIN 那我們現在要導入VIN的軟體 其實大家不用害怕 我們今天只要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準備好一台Windows的作業系統 準備好之後我們把VIN的軟體下載下來 安裝上去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虛擬機實體機 然後我們的企業內部的一個環境 來統一的透過VIN的資料管理中心 來去做這個備份保護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下面還有這個Proxy和Repository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要的核心的兩大角色 Proxy它是主要真的在做備份的一個程式 OK 所以VIN的備份主機呼叫Proxy 來去針對你的環境虛擬機 來去撈取資料出來 放到後端的這個Repository Repository就是我們的備份存放庫 所以我們可以善加利用各位既有的 像DAS、SEN、NFS的一個空間 直接把它接入進來 就可以當作是我們的備份空間 來去做這個資料的一個長久保存 OK 那像有TAP 還有TAP使用的這個用戶的話 我們也有支援TAP LTO30上的TAP我們都可以把它接入進來 OK 那以及是NAS的這個空間 OK 我們都統一透過VIN 主要的一個管理中心來去做防護 那第一階段 客戶做完資料的本地機房資料保護之後 第二階段 大家會考慮到什麼 我們會考慮到DR 異地端 假設我們今天本地如果發生災難 那我們要如何幫助各位把我們的重要資料 還有服務導入到異地端來去做防護 OK 所以我們VIN有提供異地備份 背靠COVID機制 那以及是異地備員 OK 一台 存放空間 我們就可以讓各位 透過VIN的BACOCOVID機制 自動同步你的備份檔 到異地端去做長久的資料保存 那如果你是備員的話 像VMware Hyper-V 我們都可以讓你去達成 異地備員的一個部分 一般異地備員 可能各位要買 Servity的備員軟體 來去做異地備員 那我們家是備份備員 都涵蓋在我們的方案裡面 OK 好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雲端 雲端也是我們今天 要跟大家一起來介紹的一個議題 那雲端現在非常多用戶有這樣的需求 就是我今天備份一份 我覺得在本地端不夠保險 那我可以藉由雲端的這個object storage 我去雲端上面先購買object storage下來 那我就可以藉由VIN 把本地端的資料同步到異地 同步到雲端上面 來去做資料的一個長久保存 OK 好 好 好 那今天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基礎架構 那我們今天會跟大家用幾個情境式的 來讓大家更了解說 我們的產品能提供給各位有什麼樣 未來資料發生 Data Loss 的時候我們如何去搶救我們的資料回來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員工不小心錯誤操作 誤刪了這些我們企業內部的像Email啊或者是我們的一個資料檔案 我們如何Vin有提供什麼樣的機制來去做還原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我們有提供快速還原的機制 這個機制其實對各位來講 大家其實今天製造業的用戶也滿多的 當我們今天我們的服務 我們的伺服器服務如果是在虛擬環境上面 或者是實體機 當今天透過Vin備份保護下來之後 假設你未來你的服務發生中斷了 那對你的產線來講一定有非常大的這個損失 OK 所以我們可以在3到5分鐘之內 幫助各位的這個服務 可以在3到5分鐘之內還原回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主要是透過Vin的Vpower的一個機制 不管你的資料量多大 我們都可以直接把這個備份檔案 模擬一個快照點直接掛載到你的虛擬環境裡面 去做一個快速啟動的動作 所以這個回復時間很短 OK 回復回來之後 假設管理人員進來檢查說資料沒有問題 我們再藉由Vin的Migration機制 把它遷移到線上Protation的DataStore裡面 兩個步驟就可以讓你去達成我們的服務的一個還原 OK 那這個功能的話 我們除了針對虛擬機有支援實體機也有支援 實體機像是我們現在各位用戶有使用像Windows Linux的平台 一般我們的實體機壞掉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找我們的機房裡面可能會準備 先準備一台備品機 然後你安裝作業系統應用程式資料再倒回 可能這樣一天時間就過了 所以透過Vin備份下來之後 假設實體機備份下來 我們可以假設你服務發生中斷 我們直接還原到你的虛擬環境 讓你去做到一個P2V的一個移轉 OK 那像雲端的這個備份檔 我們也可以把它 假設你今天把你的備份檔同步到雲端 我們可以把它從雲端上面 資料倒回來到地端來去做快速還原 OK 所以這個對各位來講 其實未來如果發生緊急的狀況其實非常好用 OK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的 針對精細還原的一些應用情境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我們的實體機虛擬機 或者是我們正在使用的像Notebook啊 你的桌機啊等等 我們透過Vin備份保護下來 當我今天要去還原裡面的單檔資料夾 我們可以把備份檔案的還原點打開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一台就是我們的作業系統 裡面 假設這個是我正在使用的這個Notebook 我就把我的備份還原點打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C槽 E槽 那我就去挑選裡面的檔案或資料夾來去做還原 其實這個畫面很像檔案總管 大家不用擔心說 我們備份還原操作起來會不會非常複雜 其實這個都是非常直覺 就跟你一般在使用這個Windows的一個操作界面一樣 OK 那針對Exchange的部分的話 我們支援2010以上到最新版本 我們可以精細還原到某一個人員帳號 底下的單一封Email信件 假設今天老闆跟你說他的信件不見了 我們就直接打開還原點去倒回他的這個資料 他的Email OK 那Email裡面我們可以提供關鍵式的搜尋 好 那針對SharePoint文檔圖片 我們都可以直接來去做這個GUI的一個還原 那AD的部分的話 AD的部分我們是直接跟AD的樹狀結構來去做整合 所以包含AD裡面的DNS 還有這個使用者啊 電腦 然後還有GPO 那我們就直接去還原所有AD裡面的物件 好 那資料庫的部分也是客戶非常注重的 其實大家都應該每間公司都會使用到資料庫 主要是存放你的一個資料環境 那我們就要提供GUI的一個精細還原界面 是針對MS SQL 和 Oracle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下面 還原界面上面 假設我們今天資料庫如果發生回損了 我們可以直接從還原點去倒回完整資料庫 我們提供完整資料庫的還原 然後還有table欄位的一個還原 那以及是交易日誌的還原 好 那大家看到這邊以上介紹的這些應用程式啊 如果是在虛擬環境上面的話 我們完全不用安裝任何的Engine 我們家的產品主打就是EngineList 我們EngineList的備份 那還原的時候可以讓你達成精細還原 OK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情境要跟大家來分享的就是說 像前幾年開始就非常多用戶遇到勒索病毒的一個攻擊 那我們在蠻多用戶就來問說 Vin有提供什麼樣的一個方式來去做這個防止 防止勒索病毒的一個攻擊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從公司的本質來看 假設我們今天如果企業內部 我們有使用一些軟體 我們可以定期的把這個軟體來去做更新 或者是我們內部 我們有這個資安團隊 我們可以安裝防毒軟體 來抵擋外部的這個病毒的一個攻擊之外 那第三個就是定期的宣導 跟員工宣導我們的一個資安的一個概念 那對備份軟體角度來講 就是我們家能幫幫助各位的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第四個第五個 就是我們幫助我們的企業資料每天去做到備份 那以及是說依照我們的這個備份的最佳化的一個設計法則 32110的部分 來幫助各位去做到最佳的一個備份的一個方式 OK 那32110 大家如果第一次遇到我們的32110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3就是三份不同的副本 就是你備份下來之後複製三份副本出來 2就是分別存放在兩種不同的儲存媒體 那1的話就是把一份備份檔案放到這個異例端 來去做資料的一個保存 那大家會想說這個1是什麼 這個1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一個Vin 非常蠻多用戶非常關注在我們V11版本 所推出的一個新的功能 這個是針對勒索病毒所防禦的一個機制 等一下後面又跟大家介紹 然後搭乘0缺失0的Data Loss OK 那首先我們先來跟各位來介紹一下 Vin有提供哪一種拿幾種儲存裝置的一個間接方式 像大家可以看到像第一個 磁帶 那磁帶有一些客戶說 我們最近已經在做去磁帶化了 那如果不考慮到磁帶的話 市面上也有這種Dedip the price OK 我們可以來去做間接 那以及是雲端的Object Storage 因為它的儲存格式你檔案放進去之後 它會透過一組帳號 然後放進來到它的儲存媒體之後 它是一個加密過的格式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們今天的資料放在這樣子的儲存裝置裡面 會被這個駭客偷走 OK 那第四個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前面三個 這個都要我們現場的用戶有使用 有這些裝置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要另外買 那假設今天用戶 我們不想要花另外的錢 那我們又想要去抵擋 勒索病毒的攻擊 那可以透過Vin 第四個部分 我們是叫Linux Repository 這個功能是叫Linux Repository OK 那這個機制的話 我們在準備這樣子的機制之前 大家會先準備一台Linux作業系統 目前有支援就是 Ray Hay Ubuntu Sentos 三種作業系統 然後後面接好我們的備份空間之後 當這樣子的架構 已經準備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要把這個備份空間加入到Vin 變成是Vin的備份空間的過程 你可以看到說在加入的過程中 這邊會有一個設定選項 叫Immutable的一個設定功能 Immutable就是不可變動的 所以我這邊可以設定天數 7天到9999天 我都可以自動來調整 OK 當我這樣子的環境 納入進來到Vin 然後我把備份檔案放進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個 Command Line的這個部分 我們登錄到Linux後台 你可以看到這個.vbk.vib這些備份檔案 前面都會帶一個I的權限 I就是Immutable 所以在這個7天內 假設我設定7天 在這7天內我要去對這個備份檔案 去做刪除去做篡改 這個都沒有辦法 OK 所以我們的7天內部如果不幸中了勒索病毒 Vin還有提供一個安全的一個環境 讓你去存放備份檔 然後能讓你在未來 服務發生災難的時候 能去馬上去做還原 所以各位在備份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我們今天幫助各位把重要資料備份下來 只要我們未來如果有一份完整良好的備份檔 我們就可以幫助用戶來搶救我們線上的一些資料 OK 這個是從備份的部分 我們提供一個安全環境 讓各位來存放備份檔 那還原的時候 還原的時候我們要如何去確保說 我們還原後會不會避免 我們要如何去避免重複的感染 因為之前有一些用戶他就是在 中了勒索病毒之後 然後又還原之前的這個備份檔案 那他的之前備份檔已經受到感染了 那他又還原回去 一樣還是受到感染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提供一個安全還原的機制 那這個機制主要就是說 我們今天透過Vin備份下來的這些備份檔 要還原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還原點 掛載到我們Vin的一個 Mount Server的角色上面 那這個角色上面 我們會安裝我們有搭配的防毒軟體 像Windows那一件的Windows Defender 然後ESET 賽門鐵克 卡巴斯基 這四家目前是Vin有支援的 所以我們在還原的過程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防毒軟體 來去針對你之前的還原點 來去做病毒的掃描 假設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我們就直接去做線上還原 那如果發現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馬上停止還原 或者是把網路斷開 OK 這個就是從Vin 在備份到還原 都提供給用戶 一個非常安全的一個環境 OK 好 那第三個部分 第三個情境 這個應該 大家如果有用備份軟體的話 都非常有感覺 這也是我們蠻多用戶 非常喜歡的一個功能方案 現在大家管理人員來講 我們備份完之後 我們可能會找下班 或者是加熱時間 來去做還原演練 那這個都會耗損掉我們 額外的時間 大家其實現在 家庭要忙 工作也要忙 大家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如果 我們今天要去還原 我們的備份檔案的話 Vin有提供一個全自動的 一個還原機制 大家可以看到說 今天透過Vin 備份下來的這些備份檔案 我們放到Vin的備份空間裡面之後 我們可以去設定一個排程 你可以設定在備份完 或者是下班 或者是加熱時間 時間一到之後 我們會自動的把這個備份檔 打開來到你的虛擬環境裡面 來去做驗證 所以你會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你會看到 會有一模一樣的虛擬機 它會自動驗證 但是它跟你的production 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OK 好 那驗證完成之後 我們會發送一封email report 通知管理人員說 今天Vin幫你做好備份 又幫你做好還原演練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機制 可以確保用戶的這個備份檔 在未來服務發生災難的時候 能達成接近百分之百的一個還原成功率 OK 好 那第四個部分 假設我們今天本地機房發生災難的時候 我們可能第二階段 我們會考量到 我們如何在異地幫我們的服務 搶救回來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剛剛 我們有跟各位提到說 我們針對異地的一個方案 我們有提供異地備份 異地備份的話 我們就要準備備備份空間 那你可以用DAS Send NFS的空間 那這時候我本地 備份一份我覺得也不夠保險 我可以藉由Vin的 backup copy機制 同步到異地 去做資料的一個長久保存 OK 所以當我本地資料不見 我可以直接從異地 把資料 撈取回來 來去做精細的還原 OK 好 那除了異地備份之外 我們還有提供異地備員 那異地備員的話 你本地如果是使用VMware 異地就是VMware的平台 本地如果是HyperV 異地就是要HyperV的平台 所以我們平常 我們可以透過replication機制 把虛擬機同步到 異地的hypervisor上面 來去做存放 所以當今天 本地發生災難 我們只要在Vin的界面上面 點選一個filever的按鈕 異地的機器就會依照我們 先前先設定好的開機順序 IP網段 自動幫我們帶入起來 所以你未來服務發生災難 本地發生災難的時候 我只要點選一個按鈕 異地的所有服務 就會自動幫我切換起來 OK 好 好 那假設今天我們 現場的用戶 如果我們沒有異地端 我們要如何來考量我們的異地 異地備員 異地備份的機制 接下來要跟大家來介紹 就是我們的雲端 雲端方案 那雲端方案其實現在 大普遍的用戶 我們最主要就是兩種需求 一個就是把你的備份檔放到 Object Storage 第二個就是 下面 就是上面的部分 我們針對像各 三朵雲上面的這些虛擬機 如果我們有用戶 你的服務是在雲上面的話 我們有提供 BIM Backup for AWS Azio Google 這三種服務 你可以直接在 我們的這個雲上面的 Marketpress裡面來去做訂閱 OK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之前針對像疫情期間 大家都在家辦公嘛 那我們遇到非常多用戶 在做一指平台的移轉 有一些客戶他想要把實體機移轉上雲 讓他的這個員工能方便去存取 那這時候大家可以看到說 不管針對AWS Azio 然後還有Google 我們如果本地端是透過 Vin來去做備份 或者是你今天在雲上面有購買 我們Vin備份 for 這些三朵雲的方案的話 我們都可以提供 一指平台的移轉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今天購買的是AWS的 那我想要移轉到Azio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其實都可以透過Vin 自由的來去做移轉 或你實體機到虛擬機 虛擬機到雲端 這個都是在Vin裡面 都是非常彈性的 OK 那後面這邊有幾種情境的方式 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說 我們今天 我們在雲上面 先準備好Object Storage 準備好之後 我們把Object Storage 加入到Vin的備份主機 那這時候我們在 等本地端備份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藉由Vin 把你的備份檔同步上雲 我們有提供即時同步 那以及是你這個資料 備份檔過了多久之後 再自動幫你上雲 這個都可以非常彈性的 來去做設計 OK 那第二個就是說 科威考量調說 我的備份檔上雲之後 我不會非常難還原 其實都是在同一個主控台 我們就可以同意來去做控管 那還原的部分一樣 我們直接把雲上面的這個 Object Storage裡面的備份檔 拉入到地端 來去做精細還原 那精細還原 包含我們剛剛的快速還原 然後還有應用程式精細還原 都可以 OK 好 那之前其實有做過蠻多 有一部分的用戶 想要去做實體機到Cloud 或者是虛擬機到Cloud的移轉 我們裡面有提供一個 Delay Restore to Cloud的一個功能機制 這個就是你備份下來之後 我們可以透過Vin 自動幫你轉換虛擬機的格式 到雲上面 所以我們在移轉的過程當中 其實非常簡單 你不用擔心說這個過程會不會太複雜 OK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介面 這個介面就是說 我們今天備份完成的這些備份檔案 不管是實體機 虛擬機 今天如果你有需求想要移轉上雲的話 我就把雲上面的這個帳號加入到Vin 然後這邊你只要按右鍵 Restore to AWS Azure Google 你就直接點選 就可以馬上讓你上雲上去 OK 好 那第五個部分的話就是實體機 那現場應該還有使用實體機的部分 那實體機各位也不用擔心 假設我今天我的機房裡面 如果有十台實體機 我不用擔心說要一台一台安裝Engine 我們實體虛擬是單一管理平台 OK 實體機你只要把IP帳號密碼 統一加入到Vin的主機裡面 我們就可以遠端的派送Engine下去 OK 所以派送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針對實體機來去做備份保護 那我們提供整機 Partition 然後還有Fire and Folder 三種方式的一個備份方式 OK 那如果用戶 我們現場的用戶如果想要做EG的移轉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Vin for實體機的方案 來去幫助你來去移轉實體機 OK 那實體機我們剛剛有跟各位提到說 實體機你備份完成之後 這邊有一個Instant Recovery 到VMware Hyper-V Newtonus 如果你的虛擬化平台是使用這三種虛擬化的話 我們都可以把你實體機來去做一個P2P 快速到虛擬環境來去做搶救你的服務回來 實體機我們有支援的這些清單 像這個會後會提供給大家 這個是一個我們針對Windows Linux 所支援的這些平台 那第六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的O365 Microsoft O365的一個部分 那O365其實也是現在越來越多用戶正在詢問的 我們有提供O365的方案 然後有一些用戶都在想說 我們資料都在Azio上面 為什麼還要針對這些資料去做保護 那這邊其實在微軟上面有一個免責深言權 就是你資料放在上面 你資料不見得其實不關他的事 他不會幫你負任何的責任 那我們有遇到一部分的用戶 就是說我們今天因為在微軟上面 他有自己他的Global的一個保存策略 那你可以看到說當我們今天我們要去找回 已經被我們刪除的郵件 假設一年的資料的話 他其實你已經找不到 你在微軟上面已經找不到 所以我們要依照我們企業內部的保留政策 來去做存放的話 就是透過我們家的軟體 你可以依照你的所有的設計腳本 來去保存我們公司裡面重要的資訊 所以這個你可以彈性的來去設計你的一個備份政策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O365的一個基礎架構方案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要準備一台Windows 安裝好之後你把O365的帳號加入進來 我們就可以去保護 Echange SharePoint 然後OneDrive Teams 這四種 OK 那你要想說 我要存放到哪一個地方來去做儲存 那後面有提供 object storage 那以及是本地端的這個空間 你都可以把它揭入進來 那我們的還原方式有多達四十幾種以上的一個還原方式 OK 我們可以來去做精細還原的一個動作 OK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針對Echange 其實跟剛剛我們在地端的這個精細還原介面非常像 所以你可以直接找到你相對應的使用者 然後收件夾去還原他的E-mail 然後SharePoint OneDrive 然後Teams OK 這些都可以幫助各位來去做還原 那在Vin的最新版本我們提供一個自助還原的一個入口網站 讓各個使用者能登入到他的Poto 來去還原他自己的資料 OK 那最後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跟大家提到 我們除了備份備員還有監控 那監控就是我們主要的 也是我們主要在營運我們的資料中心裡面所提供的一個方案 那監控的一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說 Vin我們有提供監控的機制 假設我們今天是使用VMware Hyper-V 那以及還有我們的備份主機 我們都可以把它統一納入到我們的Vin1 來去做集中的一個監控管理 那Vin1裡面我們提供即時監控儀表板 然後容量預估的功能 那以及是報表中心 報表中心有200多種以上報表 都是企業最常在用的一個報表資訊 OK 那這邊給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的一個監控儀表板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用紅綠燈的方式 所以早上我們管理人員進到辦公室 很清楚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目前機房出了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馬上來去做調整 那以及是效能使用的一個指標 我們可以去調閱之前的效能使用資訊 以及是我們還有告警中心 你可以針對你的環境 比較特殊的服務 來去客製化我們的一個告警 OK 那後面這邊的話 這個主要就是針對我們的備份主機 來去做監控 備份最怕就是沒有備份空間 以及是你的基礎架構不健康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從這個另外裡面 看到我們的基礎架構的一個健康狀況 OK 來去做這個即時的一個調整 那像下面這邊有一個容量預估的功能 這個主要就是依照你目前的備份存放趨勢 你可以去選 它這邊會有一個指標跟你說 你這個備份空間還可以正常營運多久 OK 那這邊的話 後面的話 這個就是針對勒索病毒 所防禦的這個告警機制 來提供給大家來參考 好 那最後的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的報表中心 裡面有備份空間的容量預估 然後針對你虛擬化環境的一個 CPU memory data store 的一個使用 那你可以產生報表出來 未來我們去做3到5年的預算編列的時候 可以馬上透過這個報表來去做評估 好 那以上這邊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針對像我們的雲端 然後還有虛擬化實體機 那以及像這個未來 如果各位有機會使用K8S的架構的話 我們都有提供今天的這個方案 提供給大家參考 OK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OK 大家謝謝大家